高鐵今天表示10月8號到12號的國慶期間 預購車票是非常踴躍 為了加強服務旅客 特別在尖峰時段加開班次 將加開南下兩班 北上一班 共三個班次 為各站停靠 全車自由坐的列車 而加開三班車的商務車廂 仍需對靠來入座 並依靠凌晨零時起開放預定 高鐵呼籲旅客提早完成取票 以節省排隊購票的時間 高鐵呼籲旅客